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佛经中的荒诞故事 开始之前 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下次老师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开始之前 老师必须说这个标题 老师也想了很久 但是最终考量之后 还是使用这个标题 或许有很多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 也就是出家的申宝 和尚师傅 尼姑师傅 以及善男信女 会想愤怒的大喊 这家伙在棒佛 毁棒三宝 抓起来烧死他 那老师必须说明啊 老师讲经 老师也学佛 老师也讲道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必须先能够看清 事情的本质 能够分辨中 典籍里面的悟谬 进行洗练出更精深的佛法 更能了解佛与法的智慧 以及真谛 那么会远比我们完全相信经典中的话 而来的实在 老师举个例子来说 伤咒王的灭亡 是因为他与他的爱妾 九尾妖狐打击的 九瓷肉铃 袍绕之行 让周恩王 周武王 孰可忍 孰不可忍 为了天下 苍生百姓 率领罗诈的一甘众神 消灭了荒淫无道的咒王 建立了风神台 记录下了风神榜 流传后世 而还有一件事 唐朝有一个对佛法传递 由大贡献的玄奘法师 又被尊称为唐山藏 身边有三个徒弟 其中大徒弟就是鼎鼎大名的齐天大圣 后来在齐天大圣的护卫之下 去西天取经完成 完成了殊胜的佛法传递的无上功德 再来讲一个 康熙皇帝身边有一位心腹大臣 叫做韦小宝 专门替康熙皇帝办事情 他还替康熙去除了敖拜 平定了三番 为大清朝的安定 立下了莫大的功饶 而讲到近代 近代在香港 有一个厨艺 非常精湛的大厨师 他大家都称他为史蒂芬州 他做的杀牛牛丸 据说连厌食症的患者 吃了都可以不要而育 这些事情算是一个非常普及的尝试吗 其中有几项 可能连国小生都知道 但是在这些尝试之中 里面确实也是真假参败 为什么 因为真的有商庄王被周武王剿灭 但是跟打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也没有所谓的风神台与风神榜 风神榜是几千年后 由明朝的人所做出来的空想小说 唐代的确有玄奘法师 也真的有唐山藏 但是他不是去西天 他是去印度取了文献 带回了陕西里面的长安 做了翻译 身边也没有孙悟空 康熙的确剿灭了豪拜 平定了三番 也真的有无英雄 但身边他却没有唯小宝 他是香港小说家金庸先生的虚构人物 自然也就没有神龙教跟八个老婆 而在香港的确有食神史蒂芬周 也有杀尿牛丸 但是他确只是出现在电影里面 并不是真实的人物 好的文学作品跟媒体作品容易被人错 当作历史 过年放鞭炮 是为了驱赶年寿 但是没有人见过年寿 也没有成年人相信有年寿 但是鞭炮 你还是不得不放 这就是所谓的约定成熟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去分辨世界上 有没有年寿 有没有长额奔月 那么我们当然也会有足够的智慧 去理解以及分析 并且用更好的方式来演绎佛中法宝 道中炼丹 道家他是有炼丹术的 但是这个道家炼丹术 你要说食丹飞仙 吃了仙丹可以当神仙 但是揭开这些神秘面纱之后 却发现炼丹只是以前的道士 他们做的一些化学实验 老师当时上个月去杭州 我们去云游的时候 老师在杭州的山区 老师拜见过当年纯阳祖师 吕洞兵炼丹留下的丹炉 所以老师必须说 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而思考就是我们道路上的明灯 老师与学会 可以说是我们会员朋友的导航 但是最终还是必须以你的思想 以及你的思考能力 作为你前进的能量与动力 我们先来看看了 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典 称作为启示经的经典 该经典的就是佛说世界宇宙的起源 以及解释自然万物包含的地震 等等的一切 这部经典是由随代的天竺三藏法师 舍纳绝多所翻译的 经卷一开始 当然他也是如同过去所经典所知道的一样 都是由如是我闻做开头 有看过老师上一篇关于大迷信这一篇直播 就会知道所谓的如是我闻 意思就是阿难尊者所记载的意思 在佛教里面能够用如是我闻的 基本上只有阿难尊者可以用 这个是大前提 但是老师也说过后代历届的高僧大德 他也有依托阿难尊者的名号 而编转新的经典 这也是有很多可以去发掘的一些迹象 而老师今天以本经的第十品 启示经的第十品就是杰柱品 第十来大家稍微延伸讨论一下 这一品在延伸说明什么 他的原文老师现在把它揭露出来 就是说 于世间富有大海如是出生 富何因缘此大海水 如是贤苦不堪引用 朱比丘当之此是有三因缘 何等为三 他的要解释大海为什么是咸的 大海为什么是咸的 为什么需要解释呢 这跟佛的智慧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他里面怎么讲 那以下的经典老师是把它截录出来 因为经典它本身是很长的 那第一个就是在火灾后 夜魔天宫殿 喜以复喜 如是大喜 喜彼宫时 所有咸心苦味 稀皆留下赐富喜遍须弥山王 及四大洲 八万小洲诸于大山 沦为山等如是喜时 静置流荡其中所有咸心苦味 一时陛下入大海中 意思是什么 当世间以前大涅槃到天火焚烧这个世界之后 天上的宫殿要开始洗干净了 不然都是脏脏的 然后一直洗之后 还把地球上所有的是什么 所有的山林 四大洲 九州万方都把它洗干净 那这些水流到哪里去 流到海里去了 那第二个定律什么了 这个大海咸不堪死的原因是恶令大海水咸不堪死 此大海水为诸大神 大生众生之所居住 使尿流出 皆在海中以示因缘 第三个原因是此大海水谷习诸仙所奏故 诸仙助盐 愿汝成咸味不堪饮 愿汝成盐味不堪饮 朱比丘此是山盐苦之因缘 当然我们讲到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的喜宫殿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就是海里面有很多神仙跟众生在居住 那么你也知道 只要是活着的生物 他就会排泄 所以说你的尿是咸的 那海中这么多的众生 他们都在这里生存 那么尿出来的东西就直接在海里 所以说海水会慢慢的变咸了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古代有神仙去诅咒大海 然后说你这个海水不让你们喝 要把它变成苦变成咸 让你们不能喝 这是诅咒的咒力很强 各位以上三种佛经内 就是今天启示经里面所宰明的海水 为何是咸的解释 你觉得上面三种解释 有哪一种是现代我们的科技可以验证的事实 当然以现代科学来验证 我们很明白的知道这个原因跟刚才以上所说 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当然或许还是很多人会相信这篇佛经里面讲的都是事实 或者是有人会跳出来驳斥 这一段肯定不是世尊说的 更不可能是阿难尊者说的 有没有怀疑过 很多高僧也怀疑过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老师怀疑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这一段的经典 但是我们现在用比较理性的思考逻辑来看 就是怀疑佛经的真实性 怀疑经典 在佛教的用词里面 你敢怀疑法宝 你就是邪见 就是你对佛法产生的不正面的思想 不纯了 这个就是棒法 毁下地狱 如果你自称佛教徒 像老师这种 生命你是在学佛的人 你既然怀疑佛经 哎呀 还棒法 毁谤三宝 那么你的罪业会很深 毁下地狱 抓起来烧死他 当然了 佛教没有抓起来烧死他 这种猎物行动 只是老师开个玩笑而已 大家不要太认真 但是我们回到了原点 如果我们怀疑这段佛经 并不是阿难尊者所说的 而是摄纳绝多大师所编转的 那依照天主 也就是印度的风土民情 为什么是印度风土民情呢 因为摄纳绝多大师 他本身是北印度人 那按照印度的风土民情 这些事情也都合情合理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各位有看过印度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印度的文化 有时候就是比较夸张 而如果这部经典老师误会了 并非是摄纳绝多大师所编转 而真的是阿难尊者所编转的 而且他还真的是由我们世尊如来口中说出来的 那么他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在西元前六世纪 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 那时候连中国人都还在使用青铜器的时代 要是世尊去告诉世人 去告诉开示世人 这个世界的由来 或是大海由来的这些科普 那么不能是说世尊无知 而只能是说他比较有些想象力 那么老师要说的是如果 如果什么以上的假设都成立状况之下 关于世界的由来 无论是否为世尊阿难尊者 摄纳绝多大师所阐述的 那其他大藏经 关于佛的言论 问答 包含老师主修了什么 法华经 金刚经 般若经等等 里面的内容是否都是想象出来的 那经典里面说的 我们还可以相信吗 我们的佛教是不是依托在一大片的谎言之中 很多人这样子去想 更多人的是其他宗教的 用这个言论来攻击佛教 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 老师先用其他的例子来回答 当你长大了 发现没有圣诞老人 童话故事里面讲的很久很久以前 其实不是很久以前 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那么你的人生价值观已经毁了吗 当发现月球上没有广寒宫 你不过中秋节了吗 当世界没有了年寿 你不过年了吗 小时候的红包被妈妈收走 说帮你存起来 长大再还给我们 结果没有 你家庭的亲子关系毁灭了吗 讲的现实一点的 当论语考证出来 并非孔子所著 而是他的弟子在孔子灭后所记载 孔子的言行记录 那么儒家思想崩溃了吗 当耶稣基督被考证 他并不是圣母玛利亚的处女怀胎 而是身父另有其人的时候 教廷毁灭了吗 人如果没有思考 只会跟随 那么会崩溃的 只有自己就像初恋的感觉 初恋很甜美 失恋了超级痛苦 相信对大部分来讲 失恋的初恋的失恋 都是非常难受的 就像老师 老师也初恋过啊 对不对 老师在初恋后来去当兵 结果被兵变 就是在当兵 你回不去家里的时候 你没有找到新的男朋友 他把你给甩了 叫做兵变 老师整整七天只能喝水 吃任何东西都会吐出来 晚上也无法入睡 超级痛苦 天崩地裂 但是过了头七 也就是七天之后 也就算了 也就没事了 大吃大喝 继续过日子 所以老师要说的是 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思考是道路的明灯 我们中华乾坤门 世界文化学会的宗旨之一 就是根于心 就是你要学习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跟随的习惯 学习佛与学习法都一样 我们学习的是道家先贤的智慧 以及佛的思考 道家说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佛说过 佛朔韬鲨死见经 我们的人生的在学习这些法门的时候 需要的是顺应世间的变化 去思考经典的含义 也可以通过讨论跟理解 来让法可以更能让后人所接受的方法 而让他继续的让这个智慧 让这个善知识可以流传下去 如果我们只是死守 古传经典记录下来的文字 那么佛经本身就是佛 否定文字存的存在了 老师再度引用我们的法华间第二品 方便品里面的一段 无从佛以来 种种姻缘 种种辟喻 光颜言教 金刚经里面也说过 法应善舍 是否我们该用更有智慧的模式 来与这些经典做一个天古问答 让佛与法的智慧 来更能够的传递给下一代呢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由我们中华乾坤门世界文化学会的 入会简章 如果您愿意赞助本频道 这里有我们微信赞助的二维码 下方也有我们海内外的赞助方式 若您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服务的二维码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